昨天有為您報導了 雖然是進入到三級警戒 但在這傳統市場人潮 還是相當的踴躍 上午中山分局的員警也出動了 來到冰疆果菜市場 要加強宣導防疫 警方手持看板 並且一路廣播進入市場出入口 進行宣導來看最新的狀況 畫面中您可以看到三名員警 一手拿著是標語 一手拿著大聲攻廣播 這是希望民眾能夠減少 在這市場逗留的一個時間 因為根據我們的記者 前一天到市場觀察的狀況 發現人潮非常擁擠 甚至還有口罩 沒有戴好的狀況 就怕這個傳統市場 成為防疫破口 警方一早也出動宣導 希望能夠請民眾多多配合 並且加強人流控管